来跟进美国巴尔迪摩大桥断裂事故 马里兰州警方证实发现两名落水工人的遗体 并且认定失踪的另外四人已经罹难 碍于断桥碎片持续积压河水内的车辆 因此当局只能够暂停搜救 优先移除船身并恢复水道航线 专家分析这次重大的断桥事故 可能直接影响十几万份工作岗位 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更是上看四十亿美元 载有四千七百个集装箱 重达一百万公吨的新加坡货船达利号 星期二凌晨因为电力系统失灵 无法操纵船舵舶线偏离 最终撞上巴尔蒂摩法兰西斯斯考特基大桥桥柱 桥身随即断层多结 桥上修路的八名员工也遭殃坠河 其中两人及时获救一人送院 历经一天搜寻 潜水员星期三在断桥中部附近 大约7.62米深的水域中 发现了一辆红色货车 两名男性沉湿车内 马里兰州警方随后证实 死者是35岁的墨西哥人福恩特斯 以及26岁的威地马拉人卡布雷恩 马里兰州警局局长巴特勒披露 声纳图像显示 有越来越多断桥碎片和结构 逐渐覆盖掉入水中的车辆加剧了搜救难度 当局因此停止任务 剩余四名失踪者推定死亡 撞桥事故后当局宣布巴尔地摩港口 无限期关闭 美国当局多管旗下调查事故 包括登船访问22名船员 收集货船黑箱和电子日志 以及检查货船燃料和船身断电的相关性 另外 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戈蒂埃 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明 当局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水道航运和移除货船 戈蒂埃也证实撞桥事故 导致船上的两个集装箱掉入河中 但箱内不存在有害物质 射航雷的航海是坚垂,但仍有了一半万多約更多加殊油室和小油油 全部都有4700gn渠 socialism,也有2217克人池部 transport工具 有多些地方池部穿潤潤杤,還有2池部穿潤水 那些地方池部穿潤水 小四人湖上的船部潤沖都被削破了 他們拔掉了一與中的船渦 進入那海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表示 调查人员预计会在巴尔地摩逗留5到10天 整个调查工作料虚实1到2年才能完成 无论如何 当局会在2到4个星期内公布初步报告 作为美国东海岸其中一个最繁忙港口 巴尔地摩港每天在货量市值上亿美元 根据马里兰州长办公室 这个港口直接创造了超过1万5千份的就业机会 以及14万份进阶工作岗位 如今说停就停 不仅当地交通大瘫痪 数以万计工人随时有可能丢失饭碗 但也有经济学家点出 美国东海岸还有许多其他航线可以取代巴尔地摩 因此相信事故不足以撼动美国整体经济 不过由于港口不知何时才能够重新开放 保险公司或将因此赔上巨额长金 上看40亿美元或187亿令吉 堪称航运险的史诗级陪安 本集完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